佛法了 归翼三宝了 老公跑了你会合掌 阿弥陀佛祝福你 这下我自由了 如果你是学佛的人 钱被骗了 阿弥陀佛 哎呦冤心在主跑了 还债还完了 我自由了 所以我想各位 快乐 你要懂得用佛法 你要不懂得用佛法 生日真痛苦 死也痛苦 人生出来都哭啊 生日哪有什么快乐 对不对 所以死也更痛苦 但是你懂佛法 生日快乐 我可以来做菩萨了 死也快乐 我要去净土 然后我可以成员再来 继续做菩萨了 所以观念 这个叫佛法 我们以前用我的想法 都在制造纷争 贪嗔痴 我爱我恨 我跟你对立 我要占有你 就像一个女人 爱上一个男人 全世界的女人 都不要接受我的爱人 因为我爸被他抢 所以那你就变成 你没有还没事 你有了还有痛苦了 就像我现在是个出家人 一个女人跑来说 师父我就一直跟你一辈子 哦 你不疼哦 哦 你会吓死我了 我离开我太太 换了九年二虎之力 你还来尝我 但是世界人不懂啊 还有个美女找你 有个帅哥找你 这是我的光荣啊 你看无名跟名就差在这边 所以各位 你女儿十八岁很漂亮 男人追她 就可怜啊 你要跟你女儿说 那些男人都像流浪狗一样 色鬼啊 他只享受你的皮肤跟性感 他要找你干嘛 他找你念阿弥陀佛啊 你要讲给他听 不然他以为我很光荣 你看每个男人都在追我啊 我很有钱啊 每个女人都在找我啊 那是利用你的钱 对不对 因为你开一部什么什么 双逼的 对不对 你开个脚踏车 看他追不追你 你没有身材 没有一点点皮肤 你看他追不追你 但是很多人就讲 那我说要弄漂亮一点 不然别人不会看我 我弄得有钱一点 不然别人不会羡慕我 你看他可不可怜 就像在监狱里面建房子 那个监狱你还在里面建房子 结婚 生小孩 明明是痛苦的 所以各位 我想真正的房子在哪里啊 所以有一次人家问佛陀 佛陀请问你住哪里 佛陀说 念一下 示范住 为什么叫示范住 我住在慈悲喜舍的家 慈悲是我家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 今天你来这边慈悲几分钟 快不快乐 慈悲是我家 等一下赶快离开 不然要扫地 要锁房子 又怕小偷来 你就会很烦 所以就像各位爱上你的儿子跟女儿 你已经不自由了 绑了狗链子了 母亲一百岁 长幽巴舌 你哪有快乐啊 你被抓住了 那是不要你放弃 什么意思 把爱你儿子的 爱你女儿的 去爱所有生命 好不好 昨天那些鱼可不可爱 可爱啊 现在过来的苍蝇 你不要把它挥走 来 吸奶 你最好在脸上抹一点口水 来来来来 这是最好的蜂蜜 所以因为你爱他 你就不会把它挥走了 了解吗 连对方的口水你都要喝 你看你多爱他 所以那各位要改变你的思想 改变你的思想 你就没有痛苦 也希望各位 念一下 活在澳洲 如果你觉得你花了这么多钱来澳洲 觉得他好美 然后你永远放在心里就好 你走到哪里 都变成那个心态就好了 所以念一下 心在极乐 自然爱撒众生 如果你心中有佛法的人 有慈悲的人 有净土的人 对你来讲 你呢 心里永远在净土 然后呢 你可以下地狱 因为我要把净土给地狱的人 我要把净土给恶鬼道的人 所以我想各位 你可以去享受快乐 那这个快乐不是独享 所以你要把快乐 不施给众生 好 那这样各位了解了 我们捏一下 烟共聚之法 第几页 等一下吃饭我们都要觉得很好吃 好不好 这是礼貌 我每次要交代人家 人家煮了老半天 一直在看你的脸色 只要他过来 赞 他下回就赶快又煮给你吃 你给他抱怨 就像一个女人不会做女人 天天抱怨他老公 他老公真的会气死 男人争命苦 一个老公不会做男人 天天抱怨他太太 他老婆也会气死 咔嚓老 所以我认识一个男生 我常讲这个故事 他每天出门出去 跟他老婆拍张相片 他老婆为了要让他老婆 老公拍相片 每天只好换一套衣服 所以呢 他跟他老公抱怨说 所以你要好好赚钱 不然我每天要穿同一件衣服 所以那位太太就永远不老 然后夫妻关系就永远好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 哪一天他老公不跟他拍照 一定他讨厌他 所以这位伟大的老公 没事就给他拍照 拍到老 了解吗 所以后来他老婆发了一个愿 他说老公 哪一天我死 都要脸很漂亮 让你拍照 他说好 结果他死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真是身体都已经没肉了 他那个脸还是很漂亮 我都去看他 他那个脸还是很漂亮 因为他发的愿嘛 所以他的老公也觉得很欢喜 他老婆一定升天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你发的一个善愿 你可以帮助别人 请翻到 几页 三十一页 我们弄一顿好吃的 给大家吃好不好 现在锅已经热了 这个布施甘露啊 不得了啊 你每次布施给他们 先看一下 三十五页 焉共功德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他功德在哪里啊 里面在炒菜 我们外面也在炒菜 里面炒菜是给我们这几个吃 我们外面炒菜是供养上供下施 我们功德更大 但是要炒的好吃 什么叫好吃 你有悲心 有柔软心 有最大的爱心 那个枕头能不能拿走 这样拍很难看 机会教育 最美的地方要弄美一点 焉共功德 大家念大致就好了 你们戴着墨镜看不见了 三十五页 来 一 帮助轨道与飞人 飞人啊 轨道啊 很可怜的轨道 轨道的生命 一百七十万年 没水没得吃哦 所以各位 他们问我说 海盗法师 你干脆那个钱 就拿去帮助穷人 你每次帮助轨道浪费 我说没有 我只买几包饼干 你都说我浪费 你买那么多 给你孙子都不浪费 那时我几包饼干 就可以帮助 几百万千的 恶鬼道升天 这一点都不浪费 一点都不浪费 我老实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你注意听 昨天我们不是去看 那一只卤梗吗 那只在吃海菜 吃菜人是卤梗吗 他可以长到六米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过去的出家土地 然后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做鲁梗 然后福报还大 大家还要弄蔬菜给他吃 他过去是持戒 读了很多书 那时候大家都劝他放生 他反对放生 他说放生如果有用 我下回做鱼给你看 所以他现在在那边 他只有讲这句话 放生如果有用 我做鱼给你看 因为他毕竟没神通 他不了解放生的功德 他居然还诽谤放生 现在自己好好做鱼 但是因为他出家持戒 现在还是有福报了 大家供养他 你看他五六个人天天在弄 一大堆白菜给他吃 把他保护好 那是因为他就卡到这句话 他就卡在那边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对任何好心的事情 都要随喜 我们没有做 但是要随喜别人 因为他真是在帮助轨道以非人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不要烧金子 我说你不要乱讲 你眼睛有看到吗 你有打坐吗 你不能用你的分别知识 去认为说烧金子 烧金子轨道很欢喜的 因为他是一种悲心 了解吗 你老公给你一颗钻戒 事实上也没用 但是你高兴就好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你按照佛经来讲话 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讲话 第二个解除冤敌 那你的冤心在主 甚至各位本来这几天 所以我们每天出来都要做布施 布施水布施蜜 到哪里 三晶半夜 昨天我听说领队被压了 三次 有没有被压到啊 我这两天 昨天还好睡 前两天不好睡 到山上我跟你讲 都不敢跟各位讲 那住的房间里面 有人自杀过 有一个女孩子 被捅死在床上 不知道是哪一间 搞不好是你那一间 然后我们占颜法师 在那天打坐 他就看到了 然后他就问我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三个那天没什么睡超度啊 你们好好睡 我们来超度 外面还有很多那些原住民在蓝山 原住民的女人脱光光 没穿衣服胖胖的 然后呢下体在流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古时候穷啊 他们生小孩 难产而死 小孩也死 妈妈也死 所以趁这几个和尚来 他们就来求救了 来帮忙了 所以那时候 我们在颜师 为什么女人胖胖了 还流血 我一想就知道了 我是原住民啊 所以 所以我想各位 看起来一栋好的房子 但是无形的众生多不多啊 多 到哪里都一样 这不是说 你是不是佛教徒啊 到教堂我们要去超度啊 所以 事实上来找你的 都跟你有缘 不然他看不到你 你看不到他 你感受不了他 所以你晚上睡觉 他来压你一下 一定是你跟他有缘 就像我去医院回来 有时候会 鼻子怎么闻到药的味道 怎么洗鼻子也没用 我原来一个生病的老人 一直吃药而死的老人 跟着我 那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有缘嘛 有人问我说 师父你不是修得很好吗 你们持戒啊 这鬼怎么还跟着你 慈悲才是戒 还有缘 就像我看到那只颅梗 我对他特别有感受 我想几百次的轮回 你看到你过去的妈妈 看到你过去的儿子 那你一定会多看他良 也没有别的方法 你就多看他良 所以才知道 原来他跟你有缘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没有神通 但至少要相信 你一下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反正你现在走到哪里 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啊 帮我们整理饭店啊 在餐厅里面 帮你端一个饭的啊 乃至老板啊 欢欢喜喜煮个饭给你吃啊 都跟你有因缘的 我们是来续前缘的 要了解这个观念 走到哪里 不要得罪人 对他好 回献给他 所以解除续底 第三 清净恶业 你供养诸佛 布施众生 也在消自己的业障 像你布施 过去你有偷盗 你现在布施 可以消除你过去迁滩 偷盗金钱的恶业 你现在布施 可以消除你 金钱债主的恶业 翻过来 第四健康长寿 大家来比赛 谁慢一点死 好不好 还是你要比赛 谁先去极乐世界 反正只有两条路 要么先去极乐世界 要么慢一点死 跟昨天那个老人 96岁呢 还在登山呢 还娶一个少他十几岁的 漂亮的80岁的太太 两个感情多好 老实说 你们跟他讲了半天 那个人是我们这里面 好几个人的爸爸 不然你不会 不会一直对他那么好 他也是依依不舍的 看着我们才走 终于回到澳洲了 终于看到他了 所以大家吧 请郎而出 把好多东西都要往他身上塞 也要送给他东西 所以 布施帮助这些众生 可以健康长寿 因为你用食物 第五 富贵安乐 各位念一下 有钱真好 各位下回 欢迎你买五栋这个房子 我们经常去那边什么禅修啊 闭关啊 你要有福报 最有福报的是阿弥陀佛黄金铺地了 所以他让我们可以去享受他的最大的房子 到那边可以开悟 可以做菩萨 第六 处所吉祥 等一下汪千惠要跟各位顶礼啊 他设计我们来啊 所以他就可以处所吉祥啊 以后这个地方快快乐乐了 生病的人进来身体好一点啊 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善业恶业都会留下痕迹 所以各位在每个地方啊 都要去做好事 撒个甘露水 用杯心 不管你知道哪一个酒店 哪一个饭店 所以我们这两天所住的饭店 特别前两天 我们超度了老半天啊 不是说因为父亲住在那边 而是在那边 我们就要很尽力 第一天晚上来 窗户一打开 外面都是鬼 嘴巴都在吐火 哎呀 我们就拜托战日法师 哪个转经 哪个经繁 哪个水去外面 哪一直淋啊 不然我看大家就不好睡 这就是我们领队的责任 所以昨天Maggie没有负责任 众生就去找他了 什么叫领队 我以前也搞过旅行社啊 我才知道